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这张实物的古琴 而不是在网站上面看到的一张图片或者文字介绍 这张古琴是前几天我们为一个学生挑选购买 经过测评发现这张琴的综合的状态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属于上层 所以现在向大家推荐 这张琴它有几个优点 它的音色和韵味比较足 它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制造古琴的供应商 它的品质控制还是做得比较到位 比方说它的这个弦尖锯控制的比较好 就是它专闲眼的时候做得比较到位 控制的都比较一致 所以它的弦尖锯是比较一致 这是其中一个优点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灰位也控制的比较好 就是很多的供应商有时候它的误差会更大 这一间供应商相对来说 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比其他的好一些 它的这个面板的打磨比较用心 没有出现明显的显病 因为我们详细地进行了弹奏测试 等一下会进行一段演奏的示范 就是用这张琴来演奏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底部 底部这个清整这个用料和做工还是比较好 这个笼尺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 这样的处理还算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做得比较粗糙 还有凤爪 上弦的水平在行内还算是比较高 比较到位 好 我们翻过来 好了 好